亚美尼亚的这个前沿纳卡地区的部队 现在被自己的国防部给出卖了 这是这个世界上非常罕见的一幕 咱们真的是见证历史 怎么回事呢 亚美尼亚他的这个政府 选择做出一个非常可悲的决定 说亚美尼亚国防部发表声明说 纳卡地区的武装部队 与亚美尼亚没有任何关系 驻亚美尼亚阿塞拜疆边境的亚美尼亚军队 不得向阿塞拜疆军队开火 换句话说 亚美尼亚彻底抛弃了这些 为了自己的组户战斗的人员 换句话说 亚美尼亚在纳卡地区的军队 被自己的国防部一则声明抛弃了 这些亚美尼亚在前沿打仗的士兵 你们属于什么呢 属于志愿兵了 现在看的世界上真的是没有这么悲哀的 我为什么说亚美尼亚可能真的亡国 一个国家亡国就出现这种奇葩景象 非常神奇 咱们说百年未有大变局 你现在咱们一百年都见不到这种奇葩景象 亚美尼亚与美国居然结束 前一天阿塞拜疆对纳卡动手了 这个背后呢 俄罗斯和这个土耳其在黑海的会晤 其实就谈了这事了 所以那个时候呢 其实这个如果有点嗅觉的 政治嗅觉的灵敏的人 他已经预判到阿塞拜疆要动手 咱们是最早告诉你 告诉你这个地带可能有冲突的 因为他们两个人见面了 土耳其人和四人一见面 你就知道了 所以这个 19号晚上阿塞拜疆军队对纳卡首辅斯基潘纳特 斯基潘纳克发动炮击 阿塞拜疆国王部说呢 阿国军将在纳卡地区展开反恐行动 那么恢复宪法秩序 说这是挫败亚美尼亚方面 大规模挑衅的举托 这个挑衅的说的就是刚才说的 纳卡地区的这些亚美尼亚的武装 这些人现在看亚美尼亚不认他们 根据这个阿国王部的说法呢 当晚阿塞拜疆军队就控制了亚美尼亚军队 60个据点 撕毁20多辆军车 70多门火炮 两套防空气筒 6个电子名单 这个亚美尼亚军队的俄制托尔防空导弹 被摧毁的视频 现在在网上就 随后呢 阿塞拜疆国防部证实了 阿塞拜疆军队使用的TBR无人机 摧毁了亚美尼亚军队的一个雷达战 另外呢 还有媒体说 截至20号上午 阿塞拜疆军队将已经突破了亚美尼亚在纳卡地区建立的叫马尔图尼防线 亚美尼亚任命的马尔图尼市市长叫萨里扬 一次在炮击中身亡 我估计就是这种惨烈的景象 让亚美尼亚现在决定放弃 我觉得放弃当地武装 阿塞拜疆总统总统府指责亚美尼亚违背亚阿俄三方签署停火协议 说在过去三年不断在纳卡地区强化军事部署 除非亚美尼亚在纳卡地区的非法军队放下武器投降 否则阿塞拜疆军队的反恐行动还会继续下去 放下武器投降什么意思 实际就是非军事化 这个地带你所有的人都必须要离开 只要有武装 这个地带实际就被阿塞拜疆控制 完全控制 你不能有武装 我可以武装 亚美尼亚方面显然是被阿塞拜疆打了个错误不及 但这个还不是最悲惨的 最惨烈 因为接下来亚美尼亚面临一个问题 就是他周边没有一个国家去帮他 咱们说这种情况也是非常罕见 亚美尼亚这个显然是还有更惨的 就是在外交上 因为接下来亚美尼亚俄罗斯有外交互动 他这个互动呢 咱们可以想象就跟当年那个南斯拉夫一样 就在美苏之间 咱们说互相利用吧 但是美苏之间利用完之后 当这个俄罗斯 对吧 苏联解体以后 这个美国人低调肢解的 就是你之前的这种两面派 我之前讲过这种两面派是非常危险 一旦是这个平衡被打破 你这种两面派最后的后果可能被零职啊 就是直接割了 你看这个塞尔比亚的点心 所以我说这个亚美尼亚现在 他现在这个还不可能还没明白自己要辩证什么 他跟俄罗斯对吧 跟美国的外交互动 他形象是展示一个亲美政权 亲美政权最后是被美国抛弃的 这没有任何怀疑的 大家明白一个亲美政权最后的结果是一定被美国卖掉了 美国人就像那个拐卖小孩的妇女一样 一定会把你拐过来 然后把你卖掉了 卖个好价钱 所以现在看呢 那他对南斯拉夫是寡了 还没卖掉 直接寡了 大些八块 所以这个亚美尼亚现在 我觉得就是值得被卖嘛 很显阿塞拜将发动 并经前一天亚美尼亚还与美军举行军演 然而在这个地区就被阿军给突袭了 亚美尼亚一直指望美国救他 结果美国保持沉默 其因为美国方面对这个冲突的回应 只是布林肯的一句呼吁各方展开对话 连具对阿塞拜将的谴责威胁都没有 至于亚美尼亚举行的军演的美军 现在这帮人呢 只是在亚美尼亚冷眼旁观罢了 亚美尼亚过去的靠山是俄罗斯 俄罗斯呢 现在也是对这个冲突保持沉默 或者说对阿塞拜将军队行动本身 俄罗斯就默许的 就是在这个索契 建了土耳其 阿尔多安 他只要决定建 其实就代表着这个事可以谈了 亚美尼亚 你看他出卖的是亚美尼亚 结果什么 结果这个获得俄罗斯自己利益 土耳其一定是交换理 亚美尼亚过去的靠山 俄罗斯 现在看沉默 扎哈罗瓦只强调 俄方与阿塞拜将取得联系了 但是这里边他一句没提亚美尼亚 俄媒的报道是侧重于宣传 普京在东方经济论坛上的表态 就是亚美尼亚领导人 潘西娘向他表示 亚方承认阿塞拜将对纳卡地区的主权 那么根据俄观点报的说法 说阿塞拜将军队在进攻前 就向俄军驻纳卡地区的维和部队 通报了其行动了 而这个俄军维和部队 向阿军移交了亚美尼亚军队 在纳卡地区所有阵地和装备坐标 说这是为什么阿塞拜将军队 能在一晚上就获得重大战果的原因 是俄军帮的 在重复表 观点报说了 俄军维和部队 向阿塞拜将军队移交了亚美尼亚军队 在纳卡地区的所有阵地和装备坐标 显然俄斯的立场已经非常明显了 也站在阿塞拜将这了 在这种情况下 高加索地区的另外两个大国 对这个态度就是更明显了 一个土耳其 一个伊朗 土耳其国王部直接了当 说土方将一如既往的 与阿塞拜将站在一起 这次阿塞拜将军队空袭 亚美尼亚军队阵地的TP2 就是土耳其给阿塞拜将的 伊朗方面是默许了 阿塞拜将军队进攻纳卡地区了 并且承认纳卡属于阿塞拜将 但是阿塞拜将不能进攻亚美尼亚本土 换句说 伊朗给的一个最终底线 就是说你拿纳卡没问题 但是咱们说亚美尼亚本土你不能打 这是伊朗的底线 你要进攻亚美尼亚我就上 咱们看领土是可以这么谈的 所以咱们远东是有希望的 咱们说欧洲美国 现在其实都在看着基督教的小兄弟被揍 土耳其全都隔着隔着很远 总是喊我帮你 我帮你没一个上的 伊朗土耳其两个邻国 一个支持一个默许 走投无路 现在亚美尼亚 他现在走投无路 现在据说只能回头去求俄罗斯 大家想想我的阵地坐标是你俄罗斯卖的 然后我就求卖我阵地坐标 这个挺有意思 这世界也没见过这样了 只能说明无助 其实很悲惨 无助 俄军把你的部队的坐标卖了 阵地没了 人被打死了 然后你后来会求卖坐标这帮人 你说多么无助 但俄罗斯官方还是保证什么了 俄媒说亚美尼亚总理帕金阳 一些黑历史 现在报上来 说帕金阳前几天还宣称 俄罗斯的保护是不可持续的 叫嚣逮捕普京 你可以想想亚美尼亚的总统干的什么蠢事 现在看又想跑俄罗斯那求公道 所以俄罗斯媒体现在在讽刺 讽刺亚美尼亚 实际就是弱国无外交 这典型的弱国 但是弱国无外交 你弱归弱 但你脑子不应该笨 对吧 你至少得有一条道 现在看亚美尼亚是所有道都堵死了 这个真的是咱们说出奇的奇怪 就这个地方能出现这么一个国家 它是怎么能存在到现在呢 当年由于迟迟没有得俄方回应亚美尼亚政府 我觉得这就是点题了 咱们最刚开始出的离奇的这么一个公告 就是可悲的公告 亚美尼亚国王部的公告 什么纳卡地区武装部队与亚美尼亚没关系 这就解释为什么咱们能看到世界奇迹 就是在这 为什么亚美尼亚军队说 纳卡地区的武装跟我没关系 说驻亚美尼亚阿塞北疆边境的亚美尼亚军队 不能向阿塞北疆军队开火了 像不像当年东北军张玉良 东北军 不能开火 其实也不是张玉良 是蒋介石命令 这换句话说什么呢 这又来了918了 又一个918 在亚美尼亚的918 亚美尼亚在纳卡地区的军队 就这么被自己广部给放弃了 但是我相信咱们东北 咱们东北当时有不抵抗的 但是也有抵抗的 这武装里边 咱们黑龙江有的部队就直接上了 这日本人一来就干了 我觉得亚美尼亚在纳卡地区也有这样的勇士 叫义勇军 咱们当年叫义勇军 就是志愿兵嘛 也会有的 所以说现在看呢 他亚美尼亚政府是怂了 政府是放弃了 但是这帮这个 志愿兵 或者是这武装 人家还是会继续战斗的 所以总的看啊 这就是跟当年九一八 你看有一篇啊 所以历史啊 咱们每一次看那历史硬邦邦的 但是你要结合咱们频道 看看现在发生的事 非常像 那为什么当时蒋介石不让打呢 和现在亚美尼亚看的事一模样 张玉良他看的事一模样 打不过呀 打不过 没事帮我呀 张玉良当年是把苏俊干了 干了 结果让人干了 苏俊没打过 没打过 日本人看你就这德行 不弄你弄谁啊 紧接着关东军开进东北啊 张玉良的那点东西咋 日本人打苏俊人没用 但是关内进关以后去打红军 还是好使的 东北那时候算发达 你可以想想像现在的港澳台 那种非常发达地区 给很多人这种感觉 所以那个时候的工业化了 已经开始 所以东北那时候那个啊 全是机翼化的啊 张玉良还有空军呢 他那个东西一进关去打红军 你看红军长征的时候呢 小米夹步枪呢 好像连小米都没有 在往陕北走 所以那时候关内还是什么 还是非常贫穷的 那蒋介石用他去打 所以可以想象那个时候啊 实际啊 也不是打不过是什么 是没有意志的 亚美尼亚现在是真的没有能力打啊 俄罗斯也不管 美国也不管啊 就看着你 所以很显然真正失败的是亚美尼亚 亚美尼亚这个国家 咱们说啊 现在看创的一个世界纪录 自己光布说了啊 不能开一枪啊 说白了这个纳卡 他就放弃了啊 我觉得跟当年啊 跟当年咱们这个啊 咱们这个蒋介石下令不发一枪 但是咱们可没有承认东北啊 从来没有承认东北啊 现在就看亚美尼亚 他到底会不会彻底的承认啊 这个纳卡地区啊 就是阿塞北疆占领地带啊 如果彻底承认 我觉得这个国家政府就赶紧死亡解散 阿塞北疆卿